我們知道了 要知道 要知道 要得不得放 要得不得放 你要確定 要確定 小兩口在平氣放天燈 願望血滿滿 希望超有錢 還想生女兒 但不知道是不是願望太多太重 天燈因此飛不動 只見幫忙點火的業者 努力想救援 一直把天燈往上拉 希望能升空 但這飛的高度實在好低 最後撞上民宅鐵網 天燈沒有飛高高 願望就在眼前燒光 網友看畫面直呼好危險 問說這是放天燈還是放火 所幸沒燒到其他藝人物 最後天燈燒完 沒引起更大火事 其他業者說天燈燒起來不擔心 大家看到狀況都會幫忙處理 但應該是當天風太大 天燈才會飛不高 百分之九十九不會啦 就是風太大的時候就會 有機會啦 但是就看操控的人啦 不擔心啦 不擔心啦 因為放了十幾年 都沒有什麼發生什麼 重大意外什麼的 其實放天燈的時候 業者都會蹲著幫忙點火 也會確認裡頭空氣已經沖飽 才請遊客放手 但提醒大家動作要一致 避免天燈外一邊 否則施放失敗 這願望還沒實現 出遊的好心情就先沒了 TVBS新聞中央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TVBS新聞